从明年一月份开始 普通市民的假流疫苗的接种工作也可以陆续展开 今天北京市开始在中小学为在校的学生来接种假流疫苗 假流疫苗的接种呢 要在流感疫苗接种后两周才能开始 今天首批接种假流疫苗的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两所中小学 现在我所在的是北京的扯阳柳中学 21号下午 全校中学呢开始给孩子们接种假流疫苗了 这也是这一次北京第一批开始集体接种假流疫苗的学校 那么其实为了接种假流疫苗呢 学校几天前就开始做准备了 比如说昨天全校的学生每个人都接到了这样一份 接种假流疫苗的知情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上呢不仅写了接种假流疫苗的重要性 而且呢还告诉学生和家长 接种假流疫苗可能会有哪些不良的反应 哪些人群不适合接种假流疫苗 只有和学生和家长都在这里签字 表示同意了之后呢 今天学校才会给孩子们接种假流疫苗 昨天校方向学生发放的 接种假流疫苗的接种通知书 总共是651份 今天上午全部收回 根据学校的统计 这其中535人 也就是82%的学生同意接种假流疫苗 我们是根据啊 这个前一阶段 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顺序 来选择呢 这个假型疫苗呢 在小时间接种 一般呢来讲的话 就是季节性疫苗呢 接种两周之后 才可以接种假型疫苗 在假流疫苗的接种室 记者注意到 北京市卫生局是安排了专门的医生 负责假流疫苗的接种工作 这些医生会首先核对 学生填写的知情通知书 确定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 并以问询的形式 再次确认学生是否同意之后 才开始接种 每人的接种时间 大约在三分钟左右 每一个接种大夫 都是经过我们专门的培训 由市区两级分别的进行培训 那么他们会培训 他所有的接种 对接种程序 接种操作的一些过程当中的 一些技术环点 还有一些禁忌症 以及他的接种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而且我们给他发了合格证以后 他才能配戴合格证上岗 就所有的接种 都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接种完假流疫苗之后 孩子们还不能够马上离开 我现在所在的是 学校专门为学生设的一个观察室 那么接种完疫苗的学生 要在这里观察30分钟 没有什么异常反应了之后 才能够离开 那这30分钟里 孩子们做点什么呢 比如说前面这个大屏幕 会播一些宣传片 还有呢 有大夫会逐个询问 每一个孩子 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而且呢 每个学生的这个桌上啊 都有这样的一个注意事项 提醒大家 比如说 接种疫苗当天 不要洗澡 不要做剧烈运动 而且呢 要多喝水 多吃水果 去打了多长时间啊 嗯 20多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